鑑於最近發生連串三藩市警察開槍事件, 三藩市警方獨立安排媒體親身嘗試警員的訓練, 從警方的角度體驗處理現場的不同情況。 《兩國書》報導。 腰上配備了警棍、警槍、子彈和胡椒噴霧, 三藩市警方訓練中心的訓練員, 安排本台記者所體驗的是一個模擬交通意外的現場。 現場情況千鈞一發, 這名男子向涉及意外的對方開槍之後馬上向我開槍。 我在左腿中槍之後向男子還擊開了六槍, 三槍命中,不過犯了重大錯誤, 在疑犯投降之後繼續開槍。 警方的用意是被媒體體驗警員受訓的情況。 這個訓練其實是很逼真的。 剛才我在這裡嘗試處在一個警員的情況之下, 其實我覺得自己的心裡面的心跳是加速, 以及呼吸也是加快的。 除了心跳加快,在緊張的情況之下, 人體的反應還包括視線過度集中目標, 而忽略了周圍。 警方的訓練是要警員在不同的情況之下, 發揮最高水平表現。 警方說,統計顯示大部分的警員開槍事件都是警員到場之後一分鐘之內發生, 和疑犯距離10呎之內, 研究顯示疑犯的動作經常會被警員的反應要快。 訓練亦都包括其他的結果沒有開槍的情況。 當被問及模擬訓練是否也都包括怎樣決定不開槍, 例如是疑犯的身材羞弱,行動不便又或者是有精神病。 警方說, 26台記者梁國書報導,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, 三藩市一共發生了五宗警察開槍事件。 當中上個星期四, 位於San Bruno街的Portowa區致命槍擊案, 雖然案中死者的家人一再強調, 死者的精神病復發, 但警方仍然無理會向當時手上持有開信刀的死者開槍。 當中下火的被人被其碼通過。 單身為出口? 剛才電學院的官巡邦。